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国家 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 谢谢大家 去年金马奖台湾导演赋予台上激动喊话 引发一连串的政治效应 没讲到颁奖典礼 似乎越来越政治味 烈日灼心 登场 有请颁奖嘉宾 底下观众清一色都是大陆演员 中国经纪奖今年的日期也公布 竟然直接和本届金马大壮旗 都办在11月23号又挑起敏感神经 如果是真的刻意撞在一起 也表示蛮贴心的 我最好的理由就是不好意思 我要去另外一个颁奖典礼 所以这会是很好不来的理由 今年刚好也没什么作品 这个鸡还是鸭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应该 今年刚好没有什么作品 提名啊什么的 祝福两个音场 不管鸡跟鸭都可以顺利 演艺圈大炮也四两拨千斤 两岸敏感话题影响演艺圈 似乎要电影人选边站 会啊 因为我觉得文化跟艺术 这方面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尽量不要 有任何其他的牵手 就觉得好像 好像还好 就是如果他们不要我们的话 我们也不用他们 对此金马之伟会回应 不论有无壮旗 常常都会遇到入围者 以及嘉宾因故无法出席 还是会一本初衷 只是有没有这么刚好壮旗 引发各界联想 蔡英雄 文新寻清 调不到